能面对美国境内的巨大反对声浪 特别是年轻人的强烈反弹 早前放话说要签署行政令来封杀TikTok 同时也不让微软公司收购TikTok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来到今天是突然改变主义了 西方多江媒体报道 特朗普现在同意让字节跳动 把TikTok卖给微软 但是他开出了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特朗普说TikTok要卖 要继续在美国营运 没有问题 不过一切一定要在9月15号之前 卖给美国公司 要不然9月15号就是TikTok关门大计的日子 第二他批准收购TikTok 但是有条件 前提是美国政府必须要收到很多钱 来作为交换 听清楚了 是美国政府要收钱 而且是很多很多的钱 什么意思呢 美国华尔街日报就指出 特朗普是在暗示 美国政府必须要从TikTok出售的价格当中 获取一大笔钱 特朗普在记者会上 也以业主和租客的关系来形容 美国政府跟TikTok之间的关系 那要是TikTok成功转手 交易当中的大部分金钱 应该要被拨入美国财政部 因为这个交易是由美国政府促成的 而TikTok可以继续在美国营运 也都是经过美国政府批准 所以公司被卖出的得到的钱 很大一部分呢 应该要归美国所有 立场强硬了好几天的特朗普 现在突然改变立场 允许微软收购TikTok 但他却提出 美国政府应该得到TikTok 美国售价价格的很大一部分 特朗普对记者表示 是美国政府允许TikTok出售 因此应该分享收益 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微软 最后特朗普更强调 他设下了45天的期限 收购不成 那么9月15号 就是TikTok关闭的日子 所以它会终于15月15日 如果是美国或其他人 能够购买它 然后完成一个合适的合适 所以你认为美国的计划 会有很多钱 有很多钱 我们先不管美国政府 会怎么样从这一笔交易当中 拿到他所谓的很多很多钱 那从立场强硬要全面封杀TikTok 到现在允许微软收购TikTok 也允许TikTok继续在美国营运 特朗普的立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美国自家媒体的分析就指出 要是特朗普真的全面封杀TikTok 在程序上 不会像他想象中那么容易 除了会引起巨大反弹 也可能会引起法律诉讼 而且美国政府也未必可以赢哦 那特朗普就说 他自己有权封杀TikTok 他的权利就是签署行政令 或者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IEEPA 但是这两种行政手段 都有很高的法律 以及宪法的权利的门槛 那首先如果特朗普通过行政令 封杀TikTok 这将会是史无前例的做法 这跟宣布一道要覆盖 美国各州网络的防火墙 是没有分别的 而美国历史上 还真的没有这种互联网禁令的先例 美国国内的法律和宪法 也不会允许这么做 也就是说 美国不具备像印度那样 在他们全国范围之内 统一的封杀某一个互联网平台的权利 那之前特朗普也曾经威胁 要关闭面子书和推特公司 不到后来 也是因为宪法和联邦法律 界定了政府的实际权限 而没有办法做到 那要是特朗普想要动用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IEEPA 要求苹果公司跟谷歌公司 断绝跟字节跳动公司的商业联系 勒令他们在各自的软件商店下架TikTok的话 其实也会面临阻碍的 要想这样做 特朗普的政府需要像对待中国企业华为那样 把TikTok列为实体清单 限制他跟美国企业的商业联系 那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 科技政策主任路易斯就认为 把TikTok列入实体清单是极端 非同寻常的做法 也会引发法律问题 如果你要制裁TikTok 特朗普是需要证明这家公司 的确违反贸易制裁法 或者是有从事间谍 以及窃取知识产权 不过美国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TikTok威胁美国安全的证据 那TikTok就纯粹是一个娱乐应用软件 而且用户也都是美国民众 那而且特朗普如果威胁封禁TikTok 也会损害美国的言论自由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 在特朗普威胁封禁TikTok之后 就发布推文提到 这种禁令危害美国言论自由 技术上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总的来说 特朗普如果要通过行政手段 来封禁TikTok 他所面临的法律 以及宪政的风险是很高的 搞不好呢 还有可能会造成短期之内的内耗 让他在大选的这一年 陷入不必要的政治争议 从而对他的形象 以及权威带来负面影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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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威带来负面影响